四情的分别跟今的分别 这个分别方面来讲 比如说四情的分别跟今的分别是另一样分别 比如说前途没有分别的话 比如说你的太太 比如说用台湾话来讲 说金太太 湾太太 或者还有一个是丹太太 到底是你的太太还是我的太太 是你的爸爸 我的爸爸 还是丹太太 或者是整个八端 以言上的分别 我们心不应该不要走 比如说是在我们上海 言则上的分别就是 一定要分来不开 这才是我们已半道 分别到非常厉害的人 好像两家人 好像七家人里面 因为言上你没有这样分别的话 有什么要讲到分本不小的再讲什么 所以叫心跟形象要有点分别 所以说是没有其他人 是没有其他人 是没有其他人 本来是没有其他人 那是需要的人 把自身脏是降低的很多大成 在自身经过到没有其他人 为什么说没有其他人 就是说 应该这样做 怎么会犯人于身体 是应该这样 自己的犯罪 所谓这犯的犯罪 不可原理见 不可原理 所到什么地方 这个人来到什么地方 盗在你的身边 还有因为盗什么地方 盗不在你的宝贝 两个人就开始认问我 我隐隐信道老师娘 盗在你身边 我隐隐信的盗在你身边 我两个人接着你 两个人就问老师 老师说 盗在你的宝贝 那么到底是谁会不错呢 要你判断 明经常常在 法律的判断没有 到底是判断的心境 你说明经正经是错 那么明经在国经里面 只要是明经 明经正经 是一样的 所以你能教导好水 那就可以了 所以有个人 人物重人情 有个人 人物重人情 你应该会判断对待的变成人 所以你应该可以对人 但是你虽然没有对待 你如果要想对待 你如果没有对待的话 那你就把这种方法 既然有把这种对待 所以我们用法要助人 永远是有对待的 但是人情不要选择出离 是天理自动化人情 人情自动化天理 这样还是真天理 也就是真天理 在这种灰力的天理 有什么不理解 因为他人知道被人体困难 不好 那么就去了什么理解 而就徒舍在天里 这个模式讲解在这 比如说可能 当然 要来接近的人 被人徒所困 而没有人徒 那么 就人徒后了 徒为了 没有被人徒 而不徒 而死去了 他就徒舍在天里里面 也就没有办法去形成这种 那么比如说 人徒在天里 或者是六分之四分 或者是九分之四分 你就徒舍在这个四分 才徒舍 徒舍在天里 才徒舍在天里 那么应该 怎么样来生徒舍呢 那么神徒把他提起来 就徒舍在天里面 就徒舍在天里面 那么 要达到这个地方 根本 很有办法 助我们 在人群走不来 因为 一定要从我们 自信而流落出来 才能看到 不得天理 也不得天理 那么 有了 要让他 怎么样去有流落法呢 即使到这个地方 就一定 让大家 进到道里面 这个道里面 就是说 一老婆娘们 我们把心身融化在道里面 那这也就是什么 那么 如果 以后 职责在天心 才配合 人心职责在这个地方 你有什么样的 最二 三 就是 我们 应该 把它化解 就是说 一生 以前 我们讲过 人 没有理想 可以 再打打他 那么 这一种 人者 已经开始有理想 以前 讲过 真正的理想 你真的达到 智能 你就没有理想吗 你把天下的人 多看成主理的人 还有什么理想吗 所以 还真正的理想 那么 我们应该 把二蓝道 修训给的 人 你想知道他 那是我们的 兄弟姐 因为我们 就是说 把老母娘的 儿子 他们 坐在我们身上 所以 我们就把 这个敌心 调整成了 那么 在一层的话 天下 父母 就好像 看成 我的东西 天下 读成了 就看成 我们的父亲 那么 这个敌心 做点 那么 在一层呢 把二蓝所有修训 对待我们 我们应该 把它看成 自我 自己 做正 他 那离开 就没有基础了 真正的 要 修成正果 是用这样的方法 才能 没有 对待 不是用 八人 可以得到工作 而正照 这个都是对待的基础 所以我们应该 看到 二蓝修设 我们就把他看 他就是 我 我就是他 他等于我们 身手 去把他拉扎 都会把他带 到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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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